你知道吗? 人体的骨质从40岁开始就会逐渐流失 年纪越大,骨质流失的几率也就越高 尤其女性,更年纪之后骨质流失的情况会更加严重 这也意味着,女性普遍从50岁开始就会面对骨质疏松症的危机 也因为酗酒、抽烟等等不良生活方式的影响 男士得到骨质疏松症的几率也在不断提升 骨质疏松症指的是,骨质密度稀薄而使得骨骼变得脆弱 容易导致骨折,尤其是脊椎与盘骨是最长骨折的部位 有人曾经说,他在搭地铁的时候,地铁突然刹车他就骨折了 这是很常见的老人问题 而美国也有一项数据显示 骨质疏松症的人数以癌症、中风及心脏病患者的总和人数都要高 亲爱的,骨质疏松症是一种隐形的疾病 从40岁开始,人体的骨质就会逐渐减少 在30岁前打好根基,就能延缓老年骨质流失 如果您正在寻找一种自然的方式来减少你的骨质疏松症风险 您可以试一试专件 专件里面的大豆和吉林人参,让你有机会摄取最好的营养 因为最好的营养,必须从食物及大自然环境当中获取 为了延缓老年骨质流失的风险 您最好在30岁前喝专件 让身体的骨质达到满分 确保每天摄取足够的钙质 让骨骼尽情吸收钙质 建立肌肉 为骨质疏松症做好胃与绸缪的准备 总之,无论任何年纪 都要摄取足够的蛋白质与钙质 即使40岁之后,骨质开始流失 更要继续食用专件 以延缓骨质疏松年龄 因为骨骼是支撑人体的重要关键 骨质的建立与流失 确是每天都在发生的事情 保持骨骼健康应该尽早做起 千万别让骨质疏松症 在不知不觉当中 对身体造成无法泯灭的永久性伤害